同样是跟长者有关的消息 重阳节即将到来 新北市政府将从8月23号开始 来发放重阳敬劳礼金 那么只要您是涉及在新北市满一个月 年满65岁以上的长者 那么从8月23号开始 就可以带着个人的身份证还有印章 到个里的指定地点来领取重阳敬劳礼金 重阳节即将到来 新北市政府将于8月23号起 发放重阳敬劳礼金 只要户籍在新北市满一个月 年满65岁 符合资格者请期待本人印章及身份证 至个里指定地点领取 领取期限为10月底截止 市政府这边已经有个统一发放的时间 就在我们8月23号 前新北市会同步来发放 那发放的资格 只要你在当月份 也就在10月份底 10月底以前满65岁的长者 他都有领取的资格 但是必须要住新北市 在重阳节之前要涉及一个月以上 也就在9月2号以前涉及新北市 就有领取的资格 新北市已进入高龄化城市 以敬劳友善高龄为优先政策 今年比较往年发放 依年龄分为1500元 2000元5000元及1万元 4个集聚 100岁人瑞除了致赠 礼金1万块之外 一家送金戒指一枚 这个领取的金额跟去年是一样的 65岁到79岁的长者 是领1500块的礼金 然后80到89岁是领2000块的礼金 90到99岁的长者 是领5000块的礼金 然后100岁以上的长者 会领到1万块的礼金 那100岁的长者除了1万块的礼金以外 市政委还准备一个金戒指 然后由区长会亲自到府资政 发送从洋礼金最主要的精神 是借由发放的过程中 访查长者的身体状况跟起居生活 以作为后续照顾老人的依据 也请子女们协助注意相关资讯 以上新闻记者新庄采访报道